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学家当中算是个奇人 我很早对他就有印象 你比如说这个陈老师 我那天看见他给他女儿写的一封信 我觉得您是两个女儿吧 都在美国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一个是两个都大学毕业了 一个在就金商工作 工作两年半了 另一个是在北京工作 回来半年了 跟您在一起吗 我在香港他在北京 在三个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信对我有点感动 而且我觉得这个信 今天的独生子女8090后应该看看 看了应该会感到很安慰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他这个信里看到一种经济学家的办法 什么意思 他就说女儿 你们大学毕业之后 当然你们要回来 我们老两口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你们不要为了养我们的老而回来 你们要回来就是因为你们喜欢回来 我们也很高兴 你们愿意留在美国就留在美国 愿意找什么男朋友就找什么男朋友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老两口 因为呢我们现在买了养老保险 老年的长期护理的保险 还有什么投资了基金 什么老年的基金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 我们可以去养老院 我们也可以请长期雇 雇这个长期护理 我们都有钱 所以呢你们是自由的 哎呦我觉得 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我觉得父母自己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这是对子女最好的礼物 当然我知道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这个还是 我主要是觉得像我现在55了 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 自己越老了以后 越能够理解原来的这些儒家人的 对于这个硬性的要求 子女儿儿子女儿必须的孝顺了等等 他说我不会那样子去做 但是呢我自己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 或者变化 这个这个心理历程呢 让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 在中国 越是年龄大的 因为对于这个子女是不是听话呀 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啊 反应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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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求子女不能够有选择 必须的要孝顺父母 要照顾老人 当然我后来想的话 这个里面确确实是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嘛 因为年龄越大的人 他这个需要啊 个人的需要越来越强 当然在价值行为 道德规范上面 更可能会赞成儒家的那个三高五常 民分等级次序的这个不可商量性 就是每一个人必须的按照这种方式 去规范你自己 找到你的位置 按照这种方式的行为 当然我在写那个信的时候 这些信念和观点还是一点都没变了 像我现在讲课也会跟这些90后 00后会不断地去讲这个 原来的养子烦恼 就是说我们总说 原来中国社会啊 是旧社会 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我就跟他们就讲 实际上好多这些东西 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这个养子防老的这个体系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因为道理蛮简单 我把儿子女儿养大了 是吧 我其他的 我以后生老病死 都要指望着他们 他们是我的保险 是我的股票 是我的养老基金 如果他们长大了以后 我在他们身上做那么多的投资 他们又要有自己的自由 要有个人的选择 他们要找到嫁人 随便嫁一个人 那我在他们身上的投资着怎么办 所以原来的包办婚姻之所以 必须的是包办婚姻 并不是说原来的中国人那么傻 就不想要个人的自由 自己选自己的心上人 那多好啊 是吧 这个牛郎侄女 传了这个2000多年 到现在还不作为我们的最高境界 原因是现实生活中啊 在养子防老的一个体系之下 你不能够有选择 你随便嫁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不能够是未来的这个马化屯 或者是李嘉诚的话 我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投资 我以后老了不能动了 生病了 那我靠什么 不行 你必须的嫁一个 我能够批准的人 谁是我可以批准的呢 未来可以有出息的 最好对方家里面很有钱 我们自己家不是马化屯家 但是最好是他是马化屯家的 这个算自私吗 还是说也是无奈 因为您刚才说 您给你女儿的信里面讲了 其实你现在的那部分养老的负担 可以转嫁到社会体系里面去 对吧 您可以自己买股票 自己买基金 自己照顾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过去的那种传统观念 是因为社会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功能 你说得很对 所以我写的很多的那些书文章和讲那些课 说明一个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社会 又有人权又有民主又有法治 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金融市场 有了保险 有了各种借贷产品 又有这些退休基金 各种不同的股票 债券金融品种很多 让你把你未来可以想象到的 任何的风险和生活需要 都可以通过这些金融产品 把你安排好 那么由此让你的子女就得到了解放 特别是妇女得到了解放 所以我这些年每次这样讲座完了以后 我发现最喜欢我讲的主题的还是女士们 因为我跟他们说 你看看原来旧社会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 妻子和妾一有需要 可以把这些人卖掉的 或者是把女儿卖掉的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换句话说 这个女儿妻子妾实际上是保险产品 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卖掉 他这个研究金融的 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人间 可是事实上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其实以前我怀疑世界上大部分地方 走的制度都差不多 所有人跟社会都这样 应该都是这样 否则的话恩格斯那时候就不会说 婚姻制度其实是一个 家族的财产的继承跟交换的问题 那因为在欧洲过去其实也是一样 养儿也是要用来防老 因为整个社会体制上 华人地区稍微独特的地方是 哪怕现代资本主义体系 兴起并且全球化 已经有很多 陈老师您刚才说的 这么多的金融工具 或者有很多国家 他是用社会的方式来支付 来负责一个人的老跟病跟死 但是华人地区仍然很相信 养儿防老这一套 乃至于我记得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 不是很流行谈儒家伦理 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这一点 就为什么台湾新加坡 还有那么现代某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大陆其实也算 就政府或者国家机器 在个人的退休保险 老年保障这上面的投入 会相对那么低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靠家庭 把这个责任转移到家庭 各自去负担了 那么有的学者会认为 这个其实是好事 所以就减低了政府开支 那么减低了政府开支 让政府规模变小 你包括在香港 香港不是有一种福利 我们知道叫生果金 生果金给老人家的 生果金这个名字 其实本身就很搞笑 生果金是相当于 欧洲下面说 老人的退休保险那种概念 但是它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 因为它钱太少 少到一个程度 是乃至于香港 要帮他取个外号 这个钱只够老人 每个月买一份水果 所以是叫生果金 是这么来的 但是那个李嘉诚也在领 好像 对 你能骂他说他也去拿 但我觉得他对啊 他说我在香港纳税 他交了多少岁 这个是香港市民合法 合理应该取得的权利 他干嘛不拿 所以李嘉诚也去拿 这个我真是 我挺有体会的 就是说 特别是我现在 我自己母亲也病了 然后呢 我就真是特别体会到 父母亲原来老是讲啊 就吵架的时候讲啊 说父母健康 是你们孩子最大的福气 你就能体会到中国的孩子啊 尤其是我又有此几笔啊 就是个独生子女啊 就我一想 这将来四个老人 接连病倒的话 我的娘啊 你说他怎么弄啊 他就简直是没有 而且这个里边也会有多少 就是人间这个感情的这种撕扯 你知道过去 有些话说的很寒凉 对吧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是呢 等你亲身经过一回 你就明白 这句话呀 也不尽然是贬义词 就是这个事情是 一种无奈的一种处境 而且呢 还要考虑到 现在这些独生子女 他除了一个人背四个之外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他们有没有 自己有没有小孩 现在我看到很多80后 90后 其实他是不想生小孩的 或者生的少了 当他想想看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他要养着上面的老人 然后现在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人均寿命在延长 也就是说 他这一辈人 其实从我这一代 就开始是这样了 我们养父母 要花的那个精力 时间跟金钱 其实比我父母养他们 在上一辈要长 因为寿命延长 那寿命延长呢 其实在现代社会 意味着是什么 我们现在为什么寿命 能够延长 因为我们各种医疗手段 进步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免费的 那你这个钱又多了 好 那往下看 假如你自己没有小孩 那还包括什么呢 那你就要为自己 等到你变成父母这个年纪 你也要做打算 所以你要做几重的投资 就你要为你自己老了之后 我没有小孩来照顾我 我要靠一些别的投资 或者靠政府来照顾我 但是很有可能 等到我父母那一辈 或者现在80后90后 我觉得最悲惨 等到他们父母真的不用他们照顾了 走了的时候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老了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老了 义君现在也是没人 而且你又自己有一个小孩 然后跟着你这个小孩 如果这个观念又变 他也不打算要有自己的想法 像陈老师鼓励的 要很自由的话 那你就更悲惨了 是啊 我刚刚听你说的这个 上有老下有小 不就说的是我吗 我就觉得就是说 一个是对父母那边 当然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情况 就是我父母 就是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又不在他们身边 每次除了您刚才说的 这种经济安排 其实经济安排现在都还好 还算好安排的 更多是情感上的这个安排 你找个人照顾也好 或者是说找人帮手 但每当只要出现一点问题 我只要我妈妈一旦有怨言 我说你是在责怪我吗 因为我不在 但这个东西你又很难去安排到 这个是一种道义压力 然后对小孩呢 你就觉得说 我们比如说 结婚谈恋爱的时候 你谈的是情感啊 什么都很浪漫 一切都很好 当你结婚有小孩 你忽然发现 天哪 我选择的是 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生活方式是非常的 选择非常的少 但是代价非常高的 因为只要你有了小孩 你就不要谈什么 两个人好像什么云游江湖 没有那个事 你一定要 你要找个地方住 而且一定是学区房也好 什么也好 你一定会考虑 就是说 可能不同的这个量级 什么也好 你一定会要想这些事情 因为你对小孩 你不可能 但你要是没有小孩 也有没有小孩 就像刚才我讲的 现在有些没小孩 那你就不能靠养儿防老了 所以我跟你说 就是陈老师 以后你老了就孤独了 陈老师的这个学说 我脑子爱跑蹄 你知道吗 我看着他这个学说 我经常想起一个女作家 就是张爱玲 这个 他让我有一种寒凉的感觉 你明白吗 就是你看张爱玲的名言 有些人是热眼看世界 张爱玲就是冷眼看人 是 那么张爱玲呢 有一句名言 就是人生就像一席华丽的长袍 找满了狮子 但是走近了看上面爬满了狮子 他就写他的 你看他想他的家庭关系 很多我们认为是 爱呀 母爱呀 但是呢 这个或者父爱母爱 甚至是孝 你看 像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就是中国古代 没有养老保险的时候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 你再看这张爱玲讲的 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 我不禁有想到 今天有些孩子 就有这个问题 曾经有一阵父母管不住孩子 你知道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现象 有的孩子 我觉得还真是 就是说 父母到那相亲角到公园 跟你相亲 说你就嫁给他 你不从 对不对 说是这个独生子女在网上 我看他们就写 他说让你最没 发说的一句话 就是父母吵到极处 就是说 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 你就得听我的 听这个你就有点怂 你这个孩子 的确是这样 你啃老吗 你住着他的房子 甚至你还花着他的钱 你说这个背后 他 前面父母亲跟人说 爹妈都是为你好 爹妈都是爱你的 然后你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你不听我们的还行 你说这家伙 安危病失的 确实这个背后 我才发现 就人跟人之间 供养关系 是个很要命的关系 你不管说 咱是什么血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到最后 每个人的经济自由 财务自由 这是所有其他的自由的前提 基础的 你不要说 我是90后 00后 我要有个性 我们是新一代的人 现代人 你们这些50后 60后 70后 都太老了 你们不懂这些权利和自由 但是呢 如果这些年轻人 他个人没有这个自己的 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 经济自由的方式 到最后 那当然父母要你怎么样 但是陈老师 您就我我我听到您的信 我还有一个疑问呢 就比如说 我记得原来林语堂 就当年那个时候 民国的时候 林语堂歌颂中国 他从西方来的 他歌颂中国 他觉得西方的老人 也许可以在养老院怎么样 他说 但是永远也比不上 中国的老人 四代同堂 儿媳妇见了他 也得问个好 那种家庭的温暖 我那就比如说 像您说的 您的两个女儿 假如真听了 您的这信里说的了 那你们老年 确实有护士在旁边照顾 你不觉得凄凉吗 所以这个是 每一个人 要真的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做很多的 自己的心理调整 自己去思考的 你说我今天喜不喜欢 我女儿她们 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当然肯定喜欢 但是我不能够这样 因为他们也有 他们的一生 他们现在那么小 那么年轻 整个未来 还有几十年 一百年 那怎么生活 不能够说 就是根据我的偏好 你们必须的 忘记你们是谁 忘记你们自己的兴趣 忘记你们想要 过什么样的人生 到我这里来 按照我认为 对你最好的 这个人生去做 这个是 我知道很多中国的父母 其实这方面是 很自私的 做的 做的这个功夫 是很少的 对很有趣 因为我原来以为 是只是人的个性不同 就是说 我原来以为 有的父母 可以真的做到 他不要小孩管的 原来我听您这么一说 其实您是忍住 没有管 当然了 因为是吗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 比如说在欧洲 有的时候的老年人 我看到有的个性很强 比如说像我的婆婆 就是啊 她就一个人住 住一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她 我一直认为是 她真的不用我们管 不是 是有 老外真是习惯了 我有个朋友 嫁给个法国老公啊 就是说 这个她的月 她算是公公婆婆吧 大老远的 说过节了 来看看 开两个小时的车 来看他们 到他们家来 打开门 就喝瓶啤酒 都要问他儿子 都是这样的 我可以拿瓶啤酒喝吗 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有距离的 可是他的内心 或许也未必 完全是那样子 就我刚才听您说 而且很有趣 他们确实是有时候 会羡慕中国人的热闹 比如说我们讲 那个广场舞吧 在他们看来 哎呀 这个业余生活太好了 他们很高兴的 他们很喜欢这样 没错 我带过一些老外朋友 在北京 看广场舞 看着他们特兴奋 说哎呀天哪 我也想加入 我说 对对对 他还问我 说你能让我下车进去吗 我说你一去 他们就全躲着 可是我想说回来 其实这个 有时候还真的是性格 就像您刚才说 你忍着 你对自己有约束 有的呢 就我见过一些父母 真的就是 嫌孩子来看自己还烦 他觉得我们生活挺好 然后这个 有时候孩子说要回来 住一个月 我就觉得天哪 这个儿媳妇 或者是这个 是个儿子的老婆 或者女儿的老公 要过来 你就觉得很麻烦 家里多了个人 怎么样 但是也有一些呢 是反过来的 就是他就恨不得 什么都得要管着 而且就是最好 就是你赚了多少钱 也多少钱要上缴 很多是各种性格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是 除了性格造成的差异之外 有一些的制度上的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安排 我觉得很特别 你比如说 为什么要养老 就下一代 为什么要尊敬老人 要养老 老人比如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敬老 对不对 以前是老人才能吃肉 甚至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 过去的社会的知识 的积累 纯粹就跟年纪相关 经验就是智慧 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而来 所以活得越老 越聪明 活得越老 起码掌握的知识越多 智库 智库 它是个智库 就长老长老 为什么长老叫长老 你要透过长老 来解决我们社会 或者我们家庭 发生很多问题 但问题是今天 这个功能 已经彻底被剥掉了 老人不是最有智慧 老人通常是最笨 然后老人不一定 不会用各种电子 对 然后他的经验 是没有意义的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老人本身的客观价值 在下降 那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会不会出现 一个弃老 会不会又重新出现 我们残酷的讲 因为历史 人类历史上 也出现过一些社会 就对他来讲 老人的经验价值 并不是太重要 因为这个社会环境 太恶劣 条件太冷酷 就像游三解考那样 所以呢 他们社会发展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做法 就把老人背上山 等死 这个我插一句 我有一天晚上 在街上 我听到两个人 在我后面 就是在交谈 两个大概中老年妇女吧 他们就讲这个事情 他们不知道是从哪看到这个 他说 你说你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 说人老了以后 他们把人背上山 就让他们等死啊 然后他们给加了一句 说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就 因为是那个儿子跟爸爸 把爷爷背上去嘛 他说下山的时候 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说 以后我也这样背你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以为那个社会是这样 以后你会有报 就是他的那个传统 不会我们的观念 还是不能够接受 你说的最经济的这个安排 是 就是说 因为人呢 毕竟是历史当中 现实当中的人 这个理上讲明白了 但是我就觉得感情上 这些实际上刚才 文道讲的这个事 也带出了我另外一个 想讲的一个意思 实际上人类 不管哪个社会 哪个人种 他有的那些风俗的风俗和这个习惯 都是这个被生活环境 这个造成的 造成的 因为他们发现这是对于他这个群体来说 对他资源都没有限 对 是最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安排 如果换成像现在 产能过剩了 然后金融市场又很发达了 那么整个的那个格局和这个这些文化的这个规范呢 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类历史一直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中国人总说 啊中国文化就必须是这样子 只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孝敬啊 还有这个养子房老蛋的那些 实际上我一直就跟他们说没这回事 就历来就不是这样子 一直在变的 根据这个新的生活啊环境啊 新的那个机会啊 都会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而且呢他这个还会跟 而且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 你刚才说到是不是忍得下心 人有人有长期 比如说背自己的爷爷 背自己的爸爸上山 在雪山里头 等着冬天来了 大雪封山 他就死在里头 其实忍得下心的 这不是残酷 而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社会真的有这种需要的话 这个社会会有相应的信仰产生 比如说相信山上有三神 这个三神是专来接老人走的 而谁家呢 要是不背这个上去呢 这个老人在平地呢 也会遭报应的 他会发展出一些这种信仰 来合法化整件事 让所有人都做得心安理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向死而生嘛 但是呢 你说话 你到了这个现代社会啊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 因为现代社会呢 其实这个人呢 活得是越来越娇贵了 你要比如说在战乱年代 那生死就没有什么说的 还有什么养老的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那天就像陈老师说的一样 今天的很多问题 你从另一方面看 恰恰是啊 社会再变好 再变好了呢 人的这种需求 爱养老送终 善始善终 全了孝道等等 而且包括父母亲之间的感情 你这种啊 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我就觉得 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父母亲 其实你比如说北大的钱里群教授 我发现还是像您这样一些 有文化 有自己的读书生活 就其实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他可以说我住养老院去 我不需要孩子 对吧 孩子爱来就来 不爱来没关系 因为他能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父母亲 他们已经是什么样啊 就到了晚年 他们聊两口聊天 唯一的话题就是你啊 对